因为黑胡子现在本来就是 所谓体内有陆飞索隆看到的他们 他应该就是多重人格 实际上不光是黑胡子是多重人格 这个还是值得讲一下他 目前除了红发 八肌白胡子之外 其他的四皇全是多重人格了 阿妈 他四十正的时候就是个疯子嘛 不管谁都攻击 那他回到这个灵灵状态的时候 天真善良的时候 小玉可以成为朋友 可以成为草莫一伙的帮手 那他正常情况下 就是大妈那个状态 有修女的那种阴狠阴险 有四皇的那种可怕 他至少有三个这个人格 凯多也是啊 凯多醉酒模式多少个人格 又哭又闹的 对不对 他一喝酒就变成另外一个人格了 而且是另外多个人格 陆飞也是啊 陆飞自从觉醒了尼卡果实之后 你不觉得陆飞现在越来越童话 越来越调皮了吗 尤其是在1061化 他把波尼救起来以后 波尼在那狂放福利 陆飞这个家伙不为所动 在那就是秀肌肉 说他这是他最自由的状态 就是那个时候陆飞就感觉 就是尼卡一样 就是精灵一样 懂我意思吗 陆飞现在至少有他自己一个 本来就很热血 本来就很向往自由的一个 他天然的人格 尼卡 木戏的果实 又自带一种人格 很调皮 很精灵 很童话的一种人格 就陆飞现在至少也是双重人格 黑胡子就不用说了 黑胡子就是 陆飞索隆看到的他们了 已经不是人格的问题了 就是几个人的问题了 所以四皇现在这个通病 好像都是多重人格 其实红发也有这个潜在可能 红发我们之前说 他那海贼旗 有多个同样子的海贼旗 红发也有可能 有我们不为人知的一面 所以可能多重人格 是四皇的一个通病吧 即便是陆飞 好像也没有逃过 四皇多重人格的这个潜在设定